前段时间看到个手机行业还能怎么卷的话题 谈论讲首先想到的既不是测结屏 也不是什么直可带的M43画幅 而是索尼Xperia 1 Mark 5 这个未延续青毛小小甚至不惜搞了个双层传感器的家伙 捐发别字有点搞急 不过确实忍不住得先问一嘴 咱那个标志性的呼吸的人那铁着 Xperia 1 Mark 5上手机感觉 尽管身材大小重量几乎与前座保持一致 甚至乍看之下长得也差不多 但实际握在手中还真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尤其质感层面提升非常的显著 阻塞模组玻璃改金属散发别样的Pro7C 且更加融入整体设计带来格外的秩序美感 你甚至都看不出来这里 其实比之前微微大了一圈 恶离背板纹理独特 触感清奇 一改往昔雾面的柔滑 也没有落入大颗粒喷沙俗套 只能说强迫正的司机果然了不起 就算只是弄个纹理 它也得是整整齐齐 金属机身横纹 这就更讲究了 道别前座的褒奖华 你暂且不提 关键是索尼独有韵味扑鼻 Xperia Pro系列或者RX系列的运动相机 都曾使用过详似的设计 除了芳华公用 也带来了激励终身 令细节更加丰富饱满 至此实在则很难不令人由衷的感叹 论设计索尼 真的则实在太懂了 尤其本带的设计师 绝逼之胸怀大才之人 不信你瞅着 本身就又长又猛又持久的机器 还特娘融合了超薄 凸点 螺纹 一本满足 你敢说这不是 先进的3.5mm接口仍在 收购防水 SIM卡托三卷二支持 最高ETP扩展纯储 并可直接用于4K120帧视频录制 独立宽位键 风骚依旧 主射模组丧仪 新增一枚后置 质量性麦克风 去掉了激光对焦模块 与环境光传感器 恩赐景深 白平衡 曝光 三大件 全部转为AI实现 一会前回额头标志性的呼吸灯 来到Mk5 终究海色没能逃脱 被去掉的命运 这个有趣的小东西 虽跨越了时间 却败给了时代 同时一并消失的 还有这个免接触式 细屏显示 最后毕竟前后面板 皆为纯屏 机身掀击方式和前作 还是一致的 所以这个边缘 也就同样比较凌厉 整体本次 Xperia 1 Mk5的设计 个人觉得还是成功的 尽管冲击量也就算是微调 但每一处却都调的 几乎可以说是恰到好处 360度无四角的秩序感 对强迫症而言 显然要比破罐破摔的水果 来得更加治愈 手机中的日式枯山水 没有任何浮夸 也没有一丝张扬 唯有极度的内敛 与克制之下 那种纯粹的宁静与和谐 简约更精致 所以你喜欢索尼 本次的设计吗 你又愿意给Mk5打多少分呢 欢迎弹幕留言 参与互动 专为最佳观影体验 打造的21B 有修长比例 日常某些时候 画面确实会略窄一丢 不过只要不是非的 往死里扣 其实很难察觉 狭长的画面也算别有韵味 已经横平才是这哥们 真正想讲述的事情 尤其并不需要裁切拉伸 默认即适配的宽映幕电影 因为这个完全不知道 限制二字怎么写的分屏 是吧 如果你有左右开工 强身见脑的需求 那戴鱼屏显然不是 是个有趣的选择 什么16比9甚至4比3呢 这种东西移动端 目前除了平板或者折鱼屏 应该算是属于众生平等吧 不过可有一点 确实得提一嘴 就是目前这版横平精英 适配多少还有点问题 在Mk5身上 双侧存在并未铺满的情况 当然这种窄机横平游戏 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确实甭管手大还是手小 都不会产生什么握持压力 更不会顶手 特殊情况是 如果使用有限耳机 快门键则只能放在下方 容易导致无处 需在设置当中手动屏蔽 一余半天全是横平 那针对更加日常的竖屏 又有哪些考量呢 首先就比如特地放到了 中端的电源指纹2和1 实际使用还是比较顺手的 同时该说不说 索尼这把的解锁动画 好像也挺别具一格 另外就是单手模式了 只需要底部下滑 即可将画面拽下 避免通出手 又够不着的尴尬局面 它这个单手模式的 优点是啥呢 就是它是个系统级的 全局单手模式 包括拍照 甚至是分屏界面在内 全部都可以实现下拉 用手之后 可以说这个身形 几乎不会再导致 什么显著的困扰 非游戏手机序列当中 还有的正面对称双扬 官方说法是 本次的单元功率更高 造成更低 动态表现更好 当然核心我觉得 就是终于一定程度 增幅了低频 尤其200Hz 80Hz左右两个频点 实际听感 整体确实优于前作 除了低频与音量 声音给人感觉更加柔顺 三高Xperia 1 Mark IV 我们简单听听看 试试你的耳机 能够区分出不同吗 重头战 中头戏来了 映像方面 本次依然是1200万像素三摄组合 16毫米超广角以及85-125毫米的双焦段浅望真光面配置保持延续 但24毫米的主射真的只能说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索尼手机居然首发了索尼的旗舰传感器 同时出手即使认真一拳优雅又暴力 那么这个传说中的所谓双层晶体管像素对战式CMOS图像传感器 到底是个什么原理呢 嗯...草看不懂 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啥呢 假设这张纸就是传感器中的单个像素 以往是光电二极管和像素晶体管两部分共享这一层 尤其这个负责将近光转换成电信号的光电二极管 也就能分得一半面积 而索尼本次则直接将两部分裸了起来 像素还是这么个像素 但面积原地分贝 且因为没有了拉扯 两者干扰也更小 这就完全不是一码刺了 官方数据这把的1.35英寸XMT 相较前座的1.7英寸 面积提升70% 感光能力提升2倍 满减容量提升3倍 动态范围提升 早点大幅下降 有的人有可能会说 这不是小学生都能想出的办法吗 居然现在才知道 众所周知自一行难 这东西虽然解释起来轻描淡写 但实际干起来那么多像素 曾经如何完美的匹配缝合 工艺难度可想而知 估计这也是坊间传闻新传感器 成本代价高昂的主因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 这颗传感器本身其实5200万像素 只是因为像素4颗1外带 并没有提供全尺寸模式 所以称为1200万 特殊的点在于 不同于常见4比3的传感器常文比 这哥们是4.3比3 等高前几下 虽然相较4比3的拍照面积相同 但因为左右各夺处了一块 所以官方表示 视频录制面积要大20% 好了 牛逼吹的震山墙 究竟成不成还得色上见 依然抬手即拍 白天光线娇好条项 XB21 Mark V本次成像特点 可以说是非常的强调扩张度 就怕你说的不够亮是吧 但凡一英寸能拍到的暗部 Mark V也一律全部都可以拍到 且还要拍到更亮 完全不输所谓大跌 不过或许是受限于 初版固件调校 高光部位比较容易过爆 有趣的是 极端情况反倒表现更好 绝对解析相比前作提升显著 照点涂抹明显更少 只是同时锐化也比较多 这点可能会导致 画面产生一定的数码感 整体色彩淡雅 清透为主 色调桃号眼球 其中夹着的少许日气韵纹 就是全部的风格倾向 总体而言 白平衡十分准确 完全没有受到一丝硬件调整的撤肘 表现优于前作 令人舒适 关键是非常的稳定 中兴柔和光线下 可以获得最佳表现 质感不亚于市面流行的 各种冠名大底儿 对于1.35英寸的 抬手机拍直出而言 实力了得 来到夜间热光 受限于国内1英寸 眼下正流行 谁比谁压得更暗 所以你懂的 这么一搞 但凡有点光线的时候 连的XZero Mark IV在内 今天三位都很难说 有什么格外显眼的区别 但是如果往死里扣 大多数时候 1英寸这边的高光控制 以及细节掌控 会略胜一筹 不够Mark V也不是磁素的 也许是锐化加持 某些时候 尤其暗部画面 反倒更加的磁质 然后随着光线减弱 场面开始逐步失控起来 Mark V的1.35英寸 双层传感器似乎是 夜越黑 它就越兴奋 此时不论整体亮度 暗部呈现 白平衡 异货色彩 质感似乎都毫无疑问的 具备了和大底 刚上一波的死力 就是这张就非常值得玩 为此时肉眼 谁要比Mark IV的呈现 还要按上很多的 咱就说Mark V这亮度 这观感 尽管亮部细节不敌 但这角落的暗部 可以说令大底 都险些哭出了声音 眼瞅着 起码也是近乎追平的节奏 叹为观止 再然后我都不知道 怎么形容了 极限热光 如果抛开解析与纯净度 Mark V这种嚣张的感觉 就好像他妈西场羽化田 来了一样 大底掏不出来的 我小底掏 先斩后奏 索尼特许 虽不知令大底 颜面扫地 但至少也是给干了个 脸上无光 这个程度我都怀疑 弱的那些地方 根本不是死力问题 没准全是人情四顾 接下来聚焦有变化的地方 我们简单过一下 首先软件方面 索尼对于让你把手机 当相机使这个事 有着迷之执着 工具的专业程度 世面无出其用 不过之前有提到过 如果能再加入 峰值对焦就更好了 于是这把就搞了峰值对焦 尤其手动对焦 或者推拉焦的时候 方便快速直观的 确保焦点准确 峰值只是提供了 多种颜色选择 且拍照大师 视频大师 电影大师 三款APP均支持 这样一来 结合手动白平衡教准 手动对焦辣椒 专业色彩等等等等 总体已然十分完善 而且这把 如果连接索尼相机的话 不仅能够化身监视器 并进一步提供曝光 斑马指示 还能直接内录 相当于监视器 外带扩展存储了 此外 摄影大师与电影大师 本次也做了 竖屏适配 顺应潮流 方便使用 不过坦白讲 毕竟这俩玩家 属于专业序列 书屏操作 确实需要一定 学习适应时间 色彩方面 又从自家相机身上 搞了一波创意外观 算上默认的标准模式 目前共计六种 不论拍照 还是拍色品 均可直接套用 这几个模式 相信索尼相机用户 应该并不陌生 不得赘述 直到插一嘴的 毫无疑问的就是 S Thin Tone了 这玩意好像很多人 并没有理解是干啥用的 直接当做色彩滤镜 来看它 玩色顺手 还得喷一波 白不色列 颜色不好看 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首先一如咱这个视频 你最终看到的画面 是这样的 但其实最开始 我拍摄出来的素材 是长这样的 想变得可用 就得先套上环游腊涛 完成一级调色 然后坑色别度 勉强再搞个二级 终于就是大家看到的样子了 那如此麻烦 为何不选择直出呢 一如画面所见 追求的是调整的余地 是宽容度与色彩 即使如我这般18线水准 咋说也是要比自出强点 Sthintone就是让你干这个的 属于相对专业的存在 它的优点就是 拍出来并非log模式 而是直接已经帮你 套好还原辣的 完成一级调色 且色彩准确 并具备相当宽容度的存在 要宽容度有宽容度 要准头有准头 拿过来直接 随便手动拉一拉就完事了 用最小的调色成本 马上就能获得相对专业的效果 这才是Sthintone的完整用途 而非只是个滤镜 让我们放大画面 再进一步稍微感受一下 首先是植出 注意整体画面的扩张度 或者曝光 比如炸掉的高光 色彩比如已经起飞的旋转木马 尤其是那个浅蓝色的马鞍 然后再看一下Sthintone 这个扩张度和刚才 就完全不是一码事了 随便拉两下 一个飘散的些许 所谓电影感的 高壳用柔和画面就完成了 且不包含刚才 植出当中的所有问题 而这在Sthintone下 只需30秒 比纯灰片要容易的多 其他诸如后置散射 均最高支持4K120帧录制 这种事情就不磨叽了 好像每次都说一遍 我老感觉在重复 效果 朋友们简单看一下吧 需要说明的是 120帧主要是让你拍森格用的 同时为剪辑防抖预留空间 漫防备率 个人还是建议不要超过4倍 也就是放到30帧 最多为24帧 不要有光当干到10%的奇怪幻想 这个程度是需要通过后期补真的 且不是所有场景都能成功 最后关于拍摄方面的变化 一个是用AI取代了景深模组 那么对焦追焦等能力 是否会受到影响呢 我简单试了试 尤其对焦尾利 个人觉得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依然快速准确 毕竟这点属于索尼强项 然后就有点牛逼了 之前的每秒20帧高速连拍 本次更进一步 升级到了每秒30帧 目前这个模式下 缓存条赌满前 最多可以连拍200张 实色连贯保底是150张左右 也就是说正常你至少可以拍5秒 而不错过其中的每一个瞬间 至于每秒20帧的HDR连拍 缓存条则略有减小 这把大概是55张上下 那么30帧每秒的连拍 究竟有多屌 什么叫不错过每一个瞬间 咱们就用这个 大家都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的节目视频 来演示一下 我用显示器播放 同时用Mk5连拍 最后把得到的照片 传起了播放 来吧朋友们 请务必坐稳佛好 所以坐稳了吗 坐稳我可就开始了 不过其实也没啥可开始的 因为刚才这段就是 没错 你刚才看到的画面 根本就不是视频 而是Xperia 1 Mark 5的 每秒30帧高速连拍画面 让我们愉快的把牛逼 打在公屏上 根本就看不出来好吗 接下来就用这个 原版无材节画面 加上剪辑软件的时间轴 配上BGM 再来品鉴下这个 无需射大的肌肉 就能拥有的激情拍摄吧 本次防抖方面不再是只有开客观 新加入高品质与标准两个档位 摄影大师及视频大师中提供了统一的设置 不过电影大师中仍是只有开客观 防抖逻辑和各档位支持的规格上线 如图所示 关闭为纯光学防抖 标准是电子防抖 高品质则为光学加电子 再加独有防抖算法 实际效果参考前作 我又简单试试 因为要拉齐设置 所以统一为4K30帧录制 Mark 5目前估计是出版固件的缘故 不难看出 无论标准模式 抑或高品质模式 都存在某种震颤虚影的情况 有待更新完善 最后的最后 就是这个新家的Vlog展示模式 其实也算是索尼相机下放的功能 就是可以快速识别对焦前置物品 而非出现焦点停留在人物的局面 时间关系就不具体演示了 毕竟就这么个小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模式仅针对后置摄像头有效 前置是不能开启的 屏幕方面 Mark 5依然采用的是 一块21B9 6.5英寸OLED屏幕 分辨率3840×1644 虽然2560×1096 10G渲染 但毕竟4K的像素密度摆在这 显示效果非常的清晰细腻 肉眼观感略存原冷近暖 但并无彩虹纹 说实话 这么多手机也就拍索尼的时候最省心 可能因为屏幕像素密度大 单像素足够的小 杂拍都根本不用担心 与相机发生干涉 导致最终画面里出现摩尔文 最高120X刷新 不过仍然不支持RTPU 系统中只有自视频刷新一个开关 并为提供更多的手动档为选择 自适应模式目前实际使用中 基本也就是60Hz和120Hz两档 部分APP仍是锁定60Hz 比如B站 亮度方面基本与前座保持一致 大师模式也依然要比标准模式更亮一些 手动最大亮度标准模式平均639.1nit 大师模式平均692 激发最大亮度标准模式平均935.3nit 大师模式1013 整体手动亮度较为极近 尤其大师模式的692nit 包括苹果在内市面无除其右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MacBook也依然是不支持前后双光感的 所以这块屏幕的最大亮度是只有1000nit 并不是 毕竟是真正做了全局动态HDR的机型 而索尼在这方面相对更加细致 SDR和HDR亮度并不相同 且两个色彩模式的HDR也是不同的 在显示HDR内容时 大师模式效果优先确保偏差最小化 说一次 SDR800 峰值亮度840nit左右 标准模式亮度优先 峰值亮度可以达到1300nit左右 满足HDR1000的观看 调光频闪不论高低 亮度全程480Hz调光 没有类似国产的模拟D7相关设定 整体情况与之前看过的小米13相近 高亮OK 但低亮对这点敏感的同学 就需要留意一下了 不过该说不说 可能也证实 因为这点 20nit暗光灰机表现非常出色 相对十分均匀 色彩方面 总体而言 如果想获得最贴近标准的效果 还是大师模式外带 手动选择6500K白点 此质sRGB色域下 102色的平均色彩偏离 可以做到1.3 最大4.7 至于标准模式 这个主要偏向主观淘洗 色温较冷 不过同样也是叠加手动白点的话 那么P3色域平均色彩偏离 可以达到2的标准 有待后续注意优化提升的地方是 色域覆盖 可能因为调色的过度克制 导致不论SRGB还是P3 均存在一定的覆盖不充分 主要体现为红色范围 简单了解 主观方面采样率 系统UI下120KZ 游戏当中设置拉满后为240KZ 跟柔度实测 相较前作区别不大 个人认为基本就是一样的 不过触摸采样似乎有所提升 注意采样点 多出时候明显更加均匀平顺 游戏增强器 说实话 这套东西对索尼而言 做的确实还是挺上心的 功能与设置的分布程度 已然超出非游戏手机范围 尤其Stream扩展5加入后 更是又陡增了几分专业气质 除了百分百老师儿的数据监测外 同样提供了多个档位 以及自定义设置 从性能到刷新 从触控到音频 再到直播 甚至是外接采集卡 等等相关内容 十分轴全 当然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光当 一下就铺满整个屏幕界面 也可以切换简洁风格 如果还是取着胎战地方 更可以选择小床 比如触控 就可以测试与设置同时进行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游戏中 新增了快门键一键截图 实际使用非常方便 Stream扩展5 这个之前单独拍过 相对更加详细 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下 这里大概再说三个事 一个是到了Xperia Mark V 已然同用 可兼容延续 这点值得肯定 再一个是还记得 Mark V本次这个独特的背板纹理 虽然凸点非常的小 但理论上还是略微进一步 增大了散热面积 可Stream这种风冷的设定 气候度更好一丢丢 最后个人还是觉得 三到四档 最多不超7500转的位置 作用与噪音功耗等相对均衡 为本款设备的甜点位置 再往上就比较暴力了 性能与发热方面 首先个人最关心的 本作既有了8帧2加持 内置散热面积又增加了高达60% 如果再出现发热所真 就完全说不过去了 令人欣慰的是 就是这几日的实际使用情况来看 除非你给手机加热 或者烤机日常 确实一次都没有出现过 这点相较之前提升显著 然后是视频录制 25摄氏度室温屏幕亮度200尼特 4K60帧规格下 相比前作的15分钟即出现限制对焦 24分钟高温提醒 59分钟原地跳出的局面 Xperia Mark V 本次可以说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且正面最热点比Mark 4低了两度 背面低了三度 来到4K120帧 这就有点上难度了 Xperia Mark 4是6分钟功能限制 7分钟高温提醒 10分钟自动中断退出 Mark V则未见任何提醒与限制 不过14分半左右中断 毕竟120帧本身只是圣哥模式 而非常规记录 即使按照4倍慢放 这已经是将近连续一小时左右的素材 所以提升幅度还是可以的 当然我估计还是有同学会比较费解 怎么索尼录个视频还吃力吗 随便找个手机录很久 所知码率越高 获得的画面信息越多 而索尼这玩意儿 即使4K60帧也是150Mbps的码率 基本是一般机型的两倍以上 更不用提120帧了 所以录制过程中发点热应该可以理解吧 何况是个轻薄机型呢 当然这里必须得说明一下 因为苹果的ProRes最高规格是4K30帧 所以这个规格没有出现在这儿 它的ProRes码率是可以干到800Mbps的汇天密地 还有就是Vivo X90 ProPlus的log模式 同样由于最高规格为4K30帧 所以也没有出现 但它的log模式同样码率非常的高 大概得有个600Mbps左右 3DMark烤机 我们稍微瞧眼散热还有Stream的情况 首先热力图来看 相较前作内部散热确有一定增幅 不过单从外边来看并没有十分明显 主要的发射区域还是比较相似接近 Mark 5在不装载Stream的情况下 可以拿到的输出 仍处在常规起见范畴 不过一旦装上这个扩散屋 则直接画风突变 不论4档也好 还是7档也罢 原地全程满血狂飙 不要到什么地步呢 可以和RG7裸机碰一下的范畴 不过当然有意思的是 Mark 5裸机状态的性能吃方 其实也是要比之前明显更加激进的 尤其后半段的极限拉扯 温度起来后并没有直接降频锁住性能就完事 而是一旦温度下了一点 立马恢复满血输出 整体调度不可不为积极 如此装载扩展屋后 宛若游戏手机的表现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里得说明一下 3DMark这个帧率安卓 目前极限就是这个拘尘 你就当作3DMark下载子线即可 此时功耗方面可以看到 风扇按2瓦计算的话 装载扩展屋后 手机几乎全程都维持在9瓦以上的爆炸输出 有点意思 温度方面加Stream的周震温度 除了正面右侧均为Stream的壳底温度 毕竟你XX在侧是来不及的 就感受而言预估机身温度不超体温 这里主要想说的是 Stream的4档与7档收益确实差不多 考虑噪音与功耗 实际使用4档优先无疑 另外为什么非得Stream 而不是常见的主动制冷背夹呢 因为黑杀冰雾3 Pro为例 装到Mk5身上就效果而言 契合度远没有风冷扩展屋来得高 针对本款气色没得选 游戏方面 本次Xperia 1 Mk5终于对王者120帧提供了支持 不过仍然不是最高画质下 非叠加以10.2全开 时侧半小时周身最热点平均39.6摄氏度 受限于仙巧的身形相对偏高一点 不过119.9帧的平均帧率还是十分流畅的 装载扩展屋开启4档降温 在王者这种压力下Stream效果非常可观 周身温度以正面板为例 最热点直降超过8摄氏度 内部平均直降5摄氏度以上 万小时最高画质6震原神 落机状态平均44.8帧 情况类似前面的烤机 虽受限于温度多少有些难以实施 不过温度一有下降 马上即会冲回满血的精神面貌仍在 装载扩展屋只能说宛如换了个手机 全程大火力输出 平均59.1帧的震率 原地跨入了平稳流畅的范畴 此时是个什么级别呢 就是连带正面板最热点 温度在内整体优于当初 全部buff点满的LG6 Ultra 相信如果Mk5开启7档风扇 再加上旁路供电的话 效果应该还可以进一步有所提升 它这个扩展物色 真能猛 算是当下手机的地表最强风冷配件了 其他就没啥玩意了 系统方没有进步略改进了点本机化 比如终于整了个换机助手 还真试了一下 速度挺快的 然后节能优化中 会显示具体的APP究竟是32位还是64位 方便你确定是否有油画的必要 这也就是支持关闭桌面复屏 以及浏览器提高了蠢度 非常的纯洁 只剩了个搜索活 续号方面 依旧5000mAh是电池 但毕竟8自2了嘛 实际上还是可以一定程度感知到 比之前更加耐用的 中间方面没有变化 还是30W有限快充 15W无线外带 无线反向供电 有限快充2%电量体重 半小时大概可以充到50% 当然想充到100% 就还是两小时 按照索尼的裸机 蠢色为了让你的电磁能够多用两年 好了 没有了 总体看起来Xperia Mark 5D 带最佳是毫无悬念了 从外观到影像 甚至载到性能 都一定程度超出了预期 但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肯定是 双层晶体管像素 对战式CMOS图像传感器了 除了名字有点长 这瓦样数字是有点东西 近乎之一举将小底送进了春天 令长久以来 抵达一级压死人的流行说法 遥遥欲墜 所展现的开拓意义 后续影像恐怕比大家想中要深远的多 起码强大影像与优雅身形 重新回归平衡 这个事儿指日可待 关键不要忘了Mark 5为例 它这瓦盐可是只有1.35分之1英寸 和潜望长焦里的尺寸是一样的 接下来这不得好好卷一卷 就看大家舍不舍得下本了 总之如果预算充沛 又想感受下最纯正的琐事关怀 Xperia Mark 5值得一看 当然你要是特别充沛的话 那这个扩展物一定不要落下 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我是大手哥 我们下期见